为什么很多人明明能力没你强 但是混得比你好 做一模一样的生意 为什么有的人赚钱 但是你却亏钱呢 甚至你明明是全心全意 对别人好的 但是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好的结果 其实这背后都有个很重大 但是被我们忽略的问题 就是性格 在这个社会上 最终能赚到钱 拥有成功的性格 其实有各种各样 但是有一些性格特质 注定会让你无法赚到钱 甚至空忙一场 今天的视频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赚不到钱容易吃亏的七种性格 看看你身边那些经常容易吃亏的人 占了几个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思维 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今天这期视频 给你揭秘一下 这个社会的暗黑生存法则 今天很多年轻人 在搞一个叫做MBTI的性格测试 非常的火爆 简单的来讲 就是把人的性格统一归类成了四类 用不同的字母 来代表你这个人性格的一个特质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不同的性格组合产生的神奇的结果 比如说你这个人外向同时又注重细节 在想事情的时候又非常的理性 这样的性格就非常适合创业 然后你去看一下绝大部分创业的都是这种性格 然后就总结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 比如说RNFP这个性格 俗称小蝴蝶就是会躺着 但是不喜欢赚钱 但是RNTJ就是最强CEO 你去硅谷那些强大的企业 你去看一下他CEO 果然80%都是这个性格 这个MBTI测试比当年的星座测试可要火爆多了 我并不是想告诉你MBTI有多准 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这个时代 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个现实 与其相信命运 我们更要相信的是性格塑造了最终每个人在世界上生活不同的结果 就像巴菲特和比亚盖茨一起做客一档访谈节目的时候 主持人问他们究竟是什么原因 你们怎么会赚钱呢 巴菲特只是云淡风轻的跟这个记者说 是因为我们养成了一个可以赚钱的性格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其实有很多人 他是有小聪明的 也能吃苦 但是却由于性格上的各种缺陷 导致了错过一次次财富增长的机会 最后吃了大亏 我今天会让你知道 我们从小学校我们的父母 很多引导我们去形成的性格 让我们做的事情 今天看一下这个社会 你会发现他其实大错特错 但是你如果现在能够把它听懂 其实还完全来得及 喜欢我们频道的小伙伴 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其他精彩的视频了 第一个拖累你赚大钱 吃大亏的一个性格 就是你太善良 我们学校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要成为一个好人 去帮助别人 我们总是希望跟周边的人和平相处 遇到事情呢 稀释宁能没有人比我更加清楚 崇尚善良讨好别人 会给自己的未来的生活带来的伤害了 我从小父母离婚特别早 我童年有一大部分时间都是跟我奶奶一起过的 我奶奶这个人呢就非常的善良 经常我大姑妈家里面 阿姑妈家里面出点什么小事了 我奶奶呢就会带着我一起去他们家住一段时间 那我从小寄人泥下 我就习惯了看别人的脸色 我总是在一群小朋友里面 刻意的把我打造的呢 非常听话 非常懂事 小时候周边的这些大人看到我都会说 哇这小孩好懂事呀 所以我慢慢就养成了一个 要给周边所有人留下好印象 然后去讨好周边所有人的一个习惯 我一度认为这个东西 是我一个人生很大的一个优势 甚至在我十年前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依然努力的去讨好我的客户 讨好我的员工 不停的去付出 以为依旧可以给我带来丰厚的回报 直到有一天我才发现 给我带来的呢 是我一个一手培养起来的员工 二话不说 带着最好的资源 背叛了公司 离开了我的一个下场 给我带来的呢 是我的合伙人 觉得我比较好欺负 拿着我的钱 直接在世界消失掉了 我后来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呀 看的是价值 小朋友的那个世界里面的那种讨好的价值观 你乖乖吃一碗饭 然后给你一颗糖的 那种法则 在成年人世界是完全不适用的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 你没有任何价值 没有任何实力 你去讨好别人 别人最多会把你当成一只舔狗 当他发现了对他真正有价值的人出现的时候 会毫不犹豫的离开你 别人跟你借钱 你为了表现善良 你就借了 别人蹬鼻子上脸 跟你抢资源 你觉得要冷了 然后东西都给别人抢去了 别人可能只是跟你诉说一个烦恼 来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开始掏心掏肺的跟别人讲大道理 当你掏心掏肺跟别人讲完之后 你就明白什么叫白嫖了 对方一分钱都没给你 而且没给你落下任何好印象 如果你真的想赚钱 在这个社会过得好一点 你就一定要让别人知道 你是有底线的 该翻年的时候就翻年 该要的钱这一分都不能少 冷气吞声不断浪步 只会让周边的人瞧不起你 第二点 是我们很多人从小就被误导的 就是我们要真诚的对待周边每一个人 这个想法害了无数人 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从来就不是你对我真诚 我也对你真诚 很多人把真心当成理所当然 但是良心这东西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给你举个例子 你是卖衣服的 你进了一件衣服 进价是100块钱 然后你想卖200块钱 有一个朋友来你店里面了 你觉得要对他真诚 所以你就告诉他说 这衣服我卖200块钱 最低150块钱 但是我告诉你 这里面其实还有我50块的利润 我今天这件衣服一分钱都不赚你 我现在100块钱给你 你拿走吧 帮我充一点营业额 真的是把对方当朋友啊 你觉得这个够真诚吗 但是你知道你朋友会怎么想吗 对我这么好 这里面不会有什么猫腻吧 我先看看再说吧 出门可能还会把你这个商业机密告诉别人 有什么说什么 简简单单 用真心换真心 这用在赚钱这件事情上啊 就是情商低 你如果不去走那些弯弯落落 只是随意表达你自己的喜怒哀乐 不仅会让别人一眼看透你 而且呢 毫无臣服的你会一次次错过赚钱的机会 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呢 哎 不错 于是就把自己的底牌露给对方了 结果你今天说出的所有的话 都成为了别人未来攻击你的武器 你的真诚在别人眼中一文不值 举个例子 我创业早期的时候 那时候突然项目的资金卡住了 我觉得对所有的投资人就应该真诚 于是我就找到一个最重要的投资人 跟他讲了我最近遇到的麻烦 但是呢 不用担心 因为我有信心在两周之内 把这个资金的问题解决掉 这所谓的真心换真心 给我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下一周投资人突然要求撤资 而且他的理由我几乎无法拒绝 因为他说他的老母亲生病了 非常需要这笔钱 最后他把资金撤离了之后 给我的项目整个是雪上加霜 让我当时的状况无比被动 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世界上 它是有一套潜规则 你是唠不开的 比如说饭桌上说话 你就是要小心 千万别把自己真实的想法 跟所有人去说 做生意的时候有一套商业流程 哪怕你亲爹来跟你买东西了 那一套流程是必不可少的 真正会赚钱的人 是不会让别人轻易看穿自己的情绪的 因为他们知道 真诚永远无法换来别人的真心 第三点讲个悔三观的 很多人在社会上想要赚到钱 觉得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 如果你这么想 大概率你这辈子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 绝大部分在这个世界上赚到钱的人 并不是因为自己努力 而是因为找到了人身捷径 踩住了风口 又或者是抱住了一个正确的大腿 我说的捷径 你可以理解成是胎别人马屁 说高级一点 叫做接触到了核心圈层 你看跟着你家成那么多年的司机 退休的时候 你家成给了他一个200万的支票 人家司机怎么说的 非常感谢你这200万 但是我这几十年跟着你 我已经积累上亿的资金了 马云在阿里巴巴的时候的前台 我们都知道上市之后身价好几亿 这些人做对了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待在了 李嘉诚和马云的这条船上 抱对了大腿 很多人的思维逻辑都是 我在职场打工 我要兢兢业业 把手上的事情做好 安步之后晋升成为经理 然后再晋升成为CEO 再变成董事长 还有很多人创业是觉得 我先做好一摊小生意 然后再慢慢租一个铺位 再成为一个集团 再慢慢上市 但是你却忘记了 你真正服务的人是谁 你的核心圈城是谁 你在企业上班是谁 是你的顶头上司啊 你在电梯里面看到他就躲 茶水间看到他去了之后 你就不敢进 你连跟他沟通的机会都不知道 你连他究竟最近有什么烦恼 也不知道 你怎么接触核心圈城呢 你刚刚开始创业 既不能搞定供应链端的某个大老板 也不能搞定有流量的某个大老板 既没有捷径可以获得的客户 也没有捷径可以把货源搞得丰富一点 搞得便宜一点 你怎么在市场里面占据一个竞争优势呢 你就看看今天的职场吧 你说我们华人努不努力 努力啊 你去硅谷里面看一看 华人的比例跟印度人比少还是多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硅谷的那些高管出来的亚裔 基本上都是溢水的这个印度人 为什么 人家印度人不是比你华人努力啊 是人家会搞人际关系啊 人家开会的时候知道如何表达自己 人家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渠道和关系 跟这个核心圈层的人里面产生接触 最终成为他们的亲信 华人幸福的那一跳默默努力 拿到今天的职场上面根本一文不值 不要觉得荒唐 因为这个全世界的运作逻辑 跟你在学校里面学习的 跟你接受的教育 没有半毛钱关系 真正经历过白手起家的人 你一定能够明白我究竟在说什么 第四中罪 太守规矩 如果你的潜意识告诉你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拒绝那些破坏规矩的行为 那么你基本上跟赚钱是无缘的 在今天的社会上 你越乖 你吃的苦注定将更多 因为社会上好的资源就那么多 谁先抢到了就是谁的 小时候我们养成的价值观是那种调皮捣蛋 不听老实话的 就是那种连狗都显的小孩 大家会不喜欢他 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 一个标准的好的小孩 就应该是听话懂事 行为规范的 上课要这么做 举手的时候要这么举 但是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 那些小时候淘气的小孩 长大之后 都成为了那些行为规范的人的老板 牢牢地拿捏住了他们 为什么 因为这个社会其实是有两套规则体系的 一套叫做人意理智性 讲究的是什么温良公俭浪 我们那时候学习的都是什么恐龙浪泥 这种高尚的故事 但其实这一套价值体系是做给普通大众看的 它只是表面上的规则 第二套内在的规则体系 并没有人制定它 是人性的驱使 必然造成的 叫做利益 富人们不会告诉你的事 它的第一桶金基本上都是见不得光的 很多人赚到的第一笔钱都是靠野路子赚来的 你看美国第一大亨 洛克菲勒当年他赚的第一桶金 就是靠美国的国难财发的 因为绝大部分机会靠的是胆识 要靠抢才能拿到手上 自古富贵险中求 就是这个道理 真正的富人可以把外在的这套仁义体系 跟内在的利益体系完整的结合起来 整天把道德挂在嘴上 但是却把利益记在心里面 如果你今天还告诉你的孩子 要求他守这个社会的规则 那你孩子未来注定会遍体凝伤 这就是为什么穷人的孩子依然是穷人 变成了一个有家教无家敌 当他长大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穷人 第五点是我们绝大部分华人没有意识到的 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思想里面 谦虚才是我们的美德 所以我们绝大部分华人 只要别人一夸你 马上这个脸就涨得通红 然后说过奖了过响了 我没那么厉害 千万不要谦虚 谦虚不是美德 只会让你吃亏赚不到钱 你看伊隆马斯克马云孙正义 他们这些能做大事的人 有哪一个人是谦虚的 他们哪一个不都是先把牛逼吹出去 再去好好做事的 孙正义当年一手创立了日本的软银公司 公司开张第一天 身高不到1米5的孙正义 站上了一个纸箱 跟全体员工发表了一个慷慨激扬的演说 说未来我们软银会做到上百亿美金的一个规模 我会成为日本首富 你们下面都是日本第二副第三副 员工当场吓傻 还有一部分员工当场就辞职了 觉得这人是个疯子 我管他能不能做到 我先把自己的梦想吹出来 如果你已经成功了赚到钱了 你跟别人搞谦虚 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有个人魅力 如果你现在还没赚到钱 你那个谦虚就是真谦虚 别人会把你当傻子的 会引来无数见风使舵的人一个劲的欺负你 最后把你自己搞的都不信你自己了 我这几年做商业咨询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其实都大明白 他们把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自己的能力看得非常的透彻 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思路非常的清晰 但是一次次的错过各种各样的机会 从来没有行动 这源自于什么呢 就是总害怕自己做不到 永远都没有自信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你从小接受的谦虚思维坑了你 其实你要明白一点 这个绝大部分的问题 都是在你在干着干着的过程中把它解决掉的 但是干这件事情的机会是要靠你主动争取的 今天这个社会其实机会非常多 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到人工智能 很多人明明看到机会了 但选择的却是我先看看 但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是你赶快上手先做起来 因为很多真正的机会是你坐着坐着才会发现的 另外一点你想想看 即使这件事情失败了 你的机会成本有多少呢 让你投资上百万也就算了 但绝大部分项目做不起来 其实你做几个月你就能看出来了 你想想看那一刻你的机会成本其实非常的低 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如果你也想抓住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机会 或者说你已经有一颗这个种子埋在你心里面很久了 那我在今天视频的结尾呢会给到你一个免费的福利 我会给到你一个我精心制作的免费网课 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会让你了解到如何抓住 比如说像社交媒体啊 能工智能这些机会运用在我们普通人身上 让我们的创业呢效率变得更高 甚至呢帮我们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给到我们一个新的机会 接着说啊 第六点有超过90%的人赚不到钱 就是因为他太认真了 我们从小就被那种传说中的工匠精神所蒙蔽了 我们觉得做寿司的那个大米都要像寿司之神一样 一粒一粒的自己把关 我们觉得做产品就要像爱马仕的创始人那样 做工要做到一丝不苟 然后做到整个行业最顶尖的水平 于是你对待每一件事情都特别的认真 容不得自己犯任何错误 看起来很认真 但是换个角度 其实就是吹毛求刺 你做事情越是认真越是追求完美 你吃的亏越大越赚不到钱 比如说我看到很多人炒股票投资 都希望自己能抄底抄到最低位 然后抛出的时候抛在最高点 凡是这么想的人 带来的后果就是他迟迟不会出手 但真正在投资上赚过大钱的人 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 你做投资的时候也是一样 在一波趋势上面你能赚到其中的一个百分之五六十 就已经很棒了 所以你要习惯不完美 甚至习惯你在做事的过程中犯下的一些错误 我在刚创业的那时候 我做事情做产品做服务就是追求完美的 公司做的每一个服务都希望能够把它流程化 标准化 追求7-11那种SOP流程 团队管理追求那种大公司的标准 不允许找退迟到 每个人做工作要有一个汇报流程 甚至上班穿什么衣服午休时间都要规定死 跟客户签个合约 恨不得每一个字都找律师过一下 生怕在这个合同上面不正规吃了大亏 但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 这种希望在思维不发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下 把原来做的一件事做到更好 这就是妥妥的内卷呀 内卷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把原来的事情做得更好呀 但是你要知道内卷最终是无效的呀 你身边有那么多好项目 那么多好机会 都在你在追求极致的过程中 全部都错过了 我这十年里面面试了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 为什么到了社会上一无是处 因为他们上学的时候之所以可以优秀 是因为他们习惯了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我想要告诉那些真的想要赚钱的小伙伴们 千万不要养成抠细节的毛病 凡事不要做到尽 那才是真正有钱人的一个心理状态 当你追求完美 你付出的代价就是做一件事情 无限期的拖延和无数次的错过 外面世界更好的机会 剑喷侠喷你 他们其实是见人就喷 他们每一个视频下面都会骂别人 但是喜欢你的人呢 他也许会放在心里面 他们是真的喜欢你 所以只要你做了 就会给你带来结果 就会多一些喜欢你的用户 即使60分 只要你不断的往前走 路走对了 多尝试抓住新的机会 你永远都会做得比别人好的 最后一点 我要讲一个比较奇葩的 绝大部分吃亏赚不到钱的人 都是因为太把自己当个人看了 包括我自己 我其实在几年前就看到别人吃了社交媒体 这一波的红利了 我当时看到身边真的很多人 就是在微信上面发公众号 然后发微博 还有Facebook发帖子 抓到了一波红利赚到钱了 我后来又看到了视频一个新的机会 我明白这个门槛变低 每个人都能做 无论是做一个YouTube 还是做一个什么抖音 都是潜在获得客户带来收入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迟迟不敢做 因为我太把自己当个人了 我怕呀 我怕熟人刷到我视频怎么办呀 我怕我这个不标准的普通话被别人听到了嘲笑我怎么办呀 但其实真实情况是什么 你只是今天这一波红利下做社交媒体的千千万万个人其中的一个 每个人的身上永远有优点和缺点 并不会因为你做一件事或不做一件事你就发生改变 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完美像个人 被周边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喜欢你 我们错过了多少的机会 我们走在路上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们看 我们总觉得那家伙对我不好好像是在故意针对我 其实人家根本就不是冲着你来的 对方只是因为你背后那件事没有做好才对你有意见 或者对方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躁见谁就喷的键盘侠 你为什么要在意这样的人的对你提出的一个建议呢 你记住在你没有拿到结果之前 你是谁对于其他人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想要赚钱就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不要因为别人的一些想法就忽喜忽悠 也不要别人对你的一些建议就迷失了自我 我跟你打个赌 今天就算你穿个内裤到街上跑一圈 街上的行人最多也就停下来看一下你说有个神经病 五分钟之后呢 大家又会回到原来的世界里面 早早的就把你忘记了 但是当你可以活出真实的自己 明白自己究竟要做什么的时候 让更多的人因为你做的那件事而喜欢上你的时候 你不仅能赚到钱 还能够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 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人生 OK今天我们说的这七个性格 你中了几个呢 有的人可能看完有一些担忧 我告诉你不用担心 我先很肯定的告诉你一个人的性格是可以得到改变的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人脚被社会磨平了 还有一定的人到了中年的时候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也就是说我们的性格一定是可以改变的 即使你完全无法改变你也可以做出细微的调整 最小化这个性格对你生活带来的影响 我作为一个商业咨询师 我这几年本职工作就是帮助这些创业者用更轻松的方式 在他们的行业里面去赚钱的 帮他们获得客户获得流量 我之所以做这个视频 是因为我这几年接触了各行各业创业的这些小伙伴们 我发现人和人之间差距真的非常的大 有的人我看到他真的好辛苦付出了一切 一个星期下来从来不休息 但是最后却完全没有得到他该有的回报 但是我又看到一些人呢 他善于变通 其实他并没有做很大的事情 或者说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但是呢他最终带来了很好的一个结果 太多的人总是在行为习惯上面去约束自己 去苛责自己 但是却忘了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了一个变化 所以我接下来要送一个福利 就是送给各位在海外创业的小伙伴们 无论你现在已经创业了 还是你未来打算创业 我接下来给的这个福利都会帮助到你 因为我想通过一个免费的60分钟网课 让你知道这个社会即使不辛苦 只要你抓住了机会 你也是可以赚大钱的 让自己的商业效率大幅度的提高 我会让你知道如何用好今天 比如说像能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 帮我们产生劳动力 帮我们产生结果 给我们带来客户 我还会让你知道如何抓住像社交媒体这种零成本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低门槛的去执行的一个方法 给你带来影响力 给你带来更多的客户 帮助你的事业进步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一个限时免费的一个链接 了解到如何利用好新的风口 帮你解决现在商业上遇到的难题 让你未来的商业模式可以更简单 更快的获得结果 我是澳洲亨瑞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这一期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精彩的视频了 我们下一次见 拜了个拜